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冯山开路 御水驾桥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瘟疫 共同富裕 物质富足 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将彻底改写 现代化的世界范围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我想从一段亲身经历说起 上个世纪90年代 我经常存坐北京332路公交车上下班 一天 当这趟公交车经过海淀区白石桥路口的时候 一幅巨大的广告牌引起了我的注意 广告牌上豁然地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 向北1500米 上个世纪90年代 所谓信息高速公路 妥妥的是一个新鲜事物 人们甚至会暗自发酵 打正往北 连四环路都还没有 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 然而 今天的北京的高速公路已经修到了六环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 现代化 信息化几乎是同步而止 为什么现代化在古老的中国能够呈现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为什么现代化能够迅速地改变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面貌 路走对了 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五大中国特色给予了明确回答 第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庞大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企 按照202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8% 所以 在中国推进现代化 其难度是前所未有的 人口规模巨大 它意味着人均资源占有量将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意味着不同社会成员的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并不一致 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自我探索兴趣 逢山开墓 御水驾桥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将彻底改醒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第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前不久 我们在与一位外国朋友谈起他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 他说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 从妻子的蛋糕店让我有了一定的了解 刚开店时 中国更高质量的消费基础刚刚开始形成 当时 对他的产品需求限制于拥有一定可支配收入的年轻人 和高收入的百里 但近几年来 他妻子的业务不断扩大 客户群也覆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人民有了更高的收入 就更能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额外的甜头 共同富裕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点 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要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参与现代化进程 凭自己的贡献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 第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物质富足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如果只追求物质享受 没有健康的精神追求 丰富多彩的人性就会蜕变为单一的物质欲望 就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新时代这十年 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全社会邻居力 向心力极大提升 这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补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四 中国是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 2020年3月 一群大象摆上南归的故事 历时17个月 1300公里 大象家族跨越大半个云南 于2021年8月又回到了栖息地 最终的结局是 人向平安和谐共生 让人们感知到了一个可爱 可信 生动 立体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十多年来 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 有力地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今天 当云南大象摆上南归 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当绿色冬奥成为美好的时代记忆 以绿色为底色的中国式现代化 树立起了人类现代化新的文明标杆 第五 中国式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的国家 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 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两句标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习近平总数据说 世界好 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 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深刻概括和总结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九大本质要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文民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型态 这个概括简洁灵练 内涵丰富 是我们党首次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科学揭示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是什么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了伟大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仅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更是全体中华儿女 为创造美好生活 努力同心 共同奋斗的美好理想 中国式现代化 对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 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 展示了怎样通过社会革命制度改革 来推动经济变革 技术创新 它也展现了坚持自强不息 自主创新 扩大国家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争取更多国际支持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 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开辟了崭新道路 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 幻发出强大升级火力 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大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 是一项伟大而兼具的事业 为其兼具 所以伟大 为其兼具 更显荣光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挫力奋发 勇意前行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 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